真的是夏天的多肉有多丑 冬天的逆袭呢就有多漂亮 昨天翻以前的视频 看到好多的丑肉呀 和现在比起来呢简直是不堪入目 然后我全都截图了 对比一下给大家看 这一盆是勾魂仙子 今年度下呢非常的成功 图上是夏天的丑样子 即便有这个长睫毛和红边线 也掩盖不了它拼命而炸开的丑样子呀 现在的这个模样啊顺眼多了 这两盆呢就是金红仙子了 我本无意惹金红 奈何金红入我心 肯定有很多小伙伴 是因为这个名字而倾慕它的吧 这一棵曾经六块钱的小苗 当时只有木质盖大小啊 张牙舞爪的 整个夏天我几乎都不怎么瞅它 怎么会这么瞅呢 还好它自己默默的修炼 长成现在的样子啊 也算是对得起它的房子了 不然我就要把它抠出来 打回原集了 这颗酒杯里的金红 当时种下的时间呢 是夏天 所以当时有一点半休眠的状态 虽然当时颜色没有掉吧 但是它状态也不咋地 包裹起来了 然后我记得秋天的一次大水 它就完全浮盆了 整个都炸开了 现在也是消耗了很多约片 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目前还算是可以吧 反正是一个爬升期 和路阳肯定是比不了的 黄皮乌木 夏天巨丑无比 真的是无情啊 一点颜色都没有保留 还好现在变回来了 它在这个红桃盆里呢 已经经历过三个冬天了 我是知道它每个冬天的模样的 所以没有放弃它 还有旁边的这一盆红颜蜜雨啊 它们两个现在胖胖的 只有冬天才能让人喜爱 这个宝莲灯呢 如果你是秋天入了它 肯定会被它的这个颜值征服的 边线 睫毛 还有形态 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它的缺点呢 在夏天和侧影是一样的 雕色的速度非常的快 看它现在容颜焦好 多美啊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 这一盆吉塞尔 是不是和宝莲灯有一点相像呀 夏天它是可以维持一些状态的啊 很好养 还是推荐的 这一颗萤火虫感觉更像了吧 都是这种睫毛边线的 但是它们的状态呢 完全不同 这个也是很好养 很好看的啊 这一盆孤星 出镜很多次了 它是现在我最喜欢的状态 但是在我的阳台里呢 只有冬天好看 春秋是都不可以的 涂上是夏天八月份的时候 几乎就是没有颜色的 盼着它变美 我是一天一天熬过来的 太难了 这一盆嫦娥 现在算是一个理想状态吧 涂上夏天的时候呢 因为控水比较厉害吧 叶片是又瘦又薄 本来房子呢 它就不是很大 然后水也没有给它喝饱 但是现在这个叶片 已经控得很短肥了 不算是亏待它吧 这一盆小侧影呢 刚才说了 它是掉色特别快 还没有入下 就会开始褪色了 很可惜它是一个这么经典的品种 夏天却那么丑 要是和鸡娃娃比起来 它真的是差远了 人家起码能维持一些状态 最后这个冰玉呢 我也是尽力了 从之前的肥头大耳 空成现在的样子 也算是杨贵妃了吧 但是它就是不出状态 我是没什么耐心了 后来就又入了玉蝴蝶呀 还有这个基因好一点的冰玉 突然间觉得我的快乐又回来了 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和一颗多肉来较劲 我觉得那样快乐会丢失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我们明天见啦 拜拜 拜拜